第1位 拍攝 開始了 字幕錄影 第3位 拍攝 第2位 拍攝 第2位 拍攝 這次我們好 很開心來到動漫開箱 到動漫開箱 那我們今天要開箱的是 9月的最新景帝 Chile Road Z 裡面的蘇木康 這次蘇木康是用 他最經典的姿勢 就是櫃塊氣候的姿勢 有看企鵝座的朋友應該都知道 我們悟空小時候就有跟龜仙人學到一個叫 龜派氣功技 這個就一直是一個很經典的姿勢 然後我也聽說這次的剪品 就是品質做得非常好 所以就買來跟大家開箱 那我相信很多喜歡企鵝座的朋友 都已經入手了這支工廠 不過我還是要講 這支是我在桃園南韓做帽子買的 剪品均一價450 450 只要450喔 這個很重要 所以要講三次 對 還沒有入手的朋友也沒關係 我們可以去南韓的駐帽子走走看看 那想知道最新公仔資訊跟錦皮過狀況 可以去駐帽子粉絲團查看喔 也可以直接去南韓駐帽子 詢問老闆跟老闆娘 老闆跟老闆娘他們人都很親切 大家不要害羞喔 那我們就開始開箱吧 好 那我們今天打開了 我們可以看到有五個部件 第一個就是我們本體的悟空 那這支他做的Q塊氣功的球呢 是直接在悟空的手上 就不是我們組裝上去 感覺這樣也比較好 我們做個支架 這支比較特別的是因為他的光 他Q塊氣功的那個光速啊 是要自己剪然後自己把它插上去 所以他有附兩個 我家就沒有工具 所以我只能用剪刀 好了 那我們已經組裝好了 我們可以看到他這個 就是他旁邊的光速 然後他Q塊氣功就在這邊 整體來說我覺得還不錯啦 目前我看起來真的還蠻棒的 首先可以先看到悟空的Q塊氣功 其實最嫌疑就是這個 他的這個氣功彈是直接坐在手上 然後旁邊這有一個類似光源的感覺 然後我覺得這支做的非常有細節的地方 就是他的手 他的手這裡 我們可以看到他做一個淡淡的藍色 然後還有一點一點小亮片的感覺 他這樣子的呈現效果是想要做一個我們 Q塊氣功他氣功彈在手上聚氣的時候 反應在手上的光 那我們來看他的臉 他表情做的十分到位 我覺得是我目前看過悟空表情最帥的一次 好那我們來看頭髮 這時候是悟空還沒有變超級賽藍的狀態 所以他頭髮是黑色的全黑 那再來我們看衣服 衣服是藍色的 那有看過氣功座的朋友應該都知道我們的悟空 他裡面有一件藍色的內達衣 然後外面是跟褲子一樣 橘色專用的打架服 那再看鞋子 鞋子一樣是做藍色的 悟空的鞋子 褲子這邊就是有做一點漸層色的感覺 他橘色搭上黃色 這樣子的漸層色 再來是他這次是做戰損 因為他的衣服都已經全部都破掉了 然後 我們可以看到膝蓋這邊 他是有一種摩擦的痕跡 有給你這種味道 那再來是 後面褲子這邊 他這次直接就給你做一個破掉了 化鋼啊 但是沒有看到內褲 不打緊 好 我個人認為這隻 就是景品做的非常的到位 尤其他的表情 還有他氣功彈跟手的這個部分 然後也做的非常有誠意 十足的誠意 那以上是我們的悟空 好 剛剛悟空在天界傳達了一個信息給我 他說他之前睡覺的時候常常被自己摔型 然後他剛剛看到這隻公仔之後 他就笑了 為什麼 因為他又被摔型 因為他又被摔型 我個人覺得這隻公仔做的還不錯 然後他其實表情還蠻到位 然後這些上色處理都做的還蠻棒的 他有做一些漸層色的處理 覺得還不錯 主要就是他這個手上的龜塊氣功 他是直接做在他手上 然後旁邊這個也是他那個 龜塊氣功的光 我真的覺得 做的還蠻有誠意的 那最大的那個爆點就是他那個手 其實看到這個龜塊氣功 我又看到他的手之後 我發現他裡面是做一個 類似龜塊氣功在發光的那個感覺 就是連自己的手掌都有龜塊氣功的光 這樣子 我覺得還蠻值得買的 因為一個經典的 姿勢 經典畫面 好我今天影片就到這邊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可以幫我按個讚 訂閱分享 小禮答案 跟點贊我的Facebook的粉絲團 也可以去幫我們的中帽子粉絲團 按一個讚 中帽子粉絲團的網址 我會放在影片資訊欄下方 我是阿豪 大家掰掰